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日 想跟大家說說增加三個副思想所引起的爭議 這個似乎一些建制派都覺得沒什麼說服力 特首林鄭月娥很明顯跟李家超在這個問題上 有一些很不同的看法 她兩人的關係其實都會挺有趣 李家超出身就是警隊 她其實都是2012年才加入當時梁振英做特首的政府 做副保安局局長 當時林鄭就已經是政務司司長 但是一個就是司長 一個就是副局長 相信她在工作上直接交往其實都應該不是很多 去到2017年當然林鄭就做特首 李家超也都坐正 當時是保安局局長 然後2017年林鄭推出那個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 更加就是李家超那個工作範圍 政策範圍 整個事情就引發了全港的示威 跟著香港亂龍 她兩個就是處理整場風暴的關鍵人物 最終當然風暴就叫做過去 現在就所謂由亂入治 所以從我政務架構上來講 她起碼過去那兩三年 在逃犯條例修訂 以至於搞出個大頭髮 其實兩個理論上應該是並肩作戰 但是現在看來 這個關係雖然都未至於貌合神尼 但是明顯就真的很一般 兩個人的關係 上個月她兩個人一起見記者 當時那個身體語言 手就不握 撞一下手 手搶那些都沒有做 揮一下手 這樣 這麼尷尬的樣子 當時的身體語言 面部表情就已經表露無遺 就是她兩個人的關係 今早林鄭就回應到 就是架構重組方案 就是所引起 增加過三個副司長所引起的爭議 就更加突顯到她 她兩個人可能其實都不單止在這個問題下 可能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幾不同的看法 林鄭今天就被問到 有記者問到 你增加三個副司長 是不是真的有效 令到行政上統籌可以更加好呢 還是增加了些位置 其實都會又有重複 很累積 林鄭就沒有直接回應到記者的問題 就說 她自己推出那個3C15局的方案 和一些相關的調動 李家超就全盤接收了 但是現在這個行會通過了這個方案 就增加了 注入了一些李家超的想法 其實主要就是加了三個副司長 她就說不宜評論 就說公仔畫出場 就說現在社會上的關注 不是她提出的3C15局 是李家超加上去的3個副司 這個信息就很明 就是林鄭就想劃清界線 就是現在那些人爭辯的就是關她的事 那個球就踢回李家超 甚至其實都有一些事先聲明的味道 將來就是將來出了些什麼問題 其實就不關她的事 那就都幾明顯 就是可能給出來的訊息就是說 就是加這個3的3個副司長 隨時就真的可能好像一些批評那樣說 就是可能製造更多的一些問題 弊大於利益 這個重組方案就已經在立法會談完了 兩個小組應該開了兩次會 現在的立法會議會 雖然就已經全部是清一色了 建制人全部都是建制的人 基本上都是百分百配合政府的 但是去到增加那些3個副司長 其實都有多位的議員 都有點質疑一下 包括就是說 喂 是不是可以先等下 會不會變成是無兵司令等等 他這次上去立法會解話 他已經是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人員 一些官員當然 那位秘書長叫鄭忠偉就說 增加3個副司長就有迫設成 又說有清晰的分工 怎樣分工呢 就會分擔這個司長的繁重工作 做一個副手的工作 負責督各國政策局和部門的工作 這樣說 他再舉了個例子 就說那些司長外訪 或者去到內地開會 那個副司長就會負責維持 那個司長的辦公室的運作 和討籌一些特定的項目 這樣說 然後引述了 易家超就說 那個律政司的工作 將來很多事情由海外 大灣區推廣法律服務 又要宣傳 唱好香港那些 法治 司法獨立等等 如果只是一個司長負責 就頂不住 難以兼估 那之前另一位局長 曾國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上到立法會的時候 小卓社也說 增加副司長 可以當作一個投資 可以投資 這樣 就否認這些開會 是自肥這樣說 鄭忠偉和曾國偉 去到立法會去銷售 去賣這套東西 其實那些理據 真的很弱計 很薄弱 甚至有些說法有些可笑 所謂迫切性 過去這麼多年 二十多年 回歸 三司都沒有副手 為什麼忽然間 就要有迫切性呢 是不是突然間 每個司都多了很多事情做 太陽之下真是無紳士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事情 為什麼突然間有所謂迫切性呢 是不是真的廣大了呢 其實 然後一些說來說 所謂協調的那些 就是土地啊 公屋興建啊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 一直說 因為缺乏協調 所以搞不到 搞不定了 現在還要搞越和了 是不是增加一個副司長 每個月多給三四十萬 就是月薪的一個高官 一天光晒 什麼都解決得了呢 我想三歲小朋友都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太神奇啊 是不是真的 所謂 too simple always naive 是不是真的太簡單 往往太天真呢 政府有時候這些說法 土地啊房屋啊 以至於勞工福利等等政策 其實都有很清晰的一些範疇 過去協調出現問題 其實不是說真的欠了一隻腳 往往就不是人手的問題 而是一些官僚的心態的問題 各自為徵 最主要就是先要自保 那這些心態不改 你再加多幾多個高官 副司長 或者是什麼高級副司長等等 加多一層去協調呢 其實都是解決不了問題 往往實際上 可能會製造更多協調問題出來 以往都已經協調不到 你加多一個 是不是就是協調得到呢 會不會就是製造一些更多的 協調問題出來 譬如 將來你那個司長 和那個副司長 怎麼分工協調呢 副司長和那些局長 又怎麼協調呢 誰高大一點呢 誰聽誰呢 去到尾 如果又要去那個司長那裡 協調什麼呢 鄭忠偉的說法更好笑 就說有需要外訪 內地開會 要有個副手 那個司長 是不是每年有很多事 不在香港呢 其實 有沒有一些數據呢 一年365天 如果10天8天是在外面 給多一點了 兩三個星期不在香港 那是不是要嘗試一個副司長呢 假如同樣道理都成立的話 為什麼不要搞一個副特首呢 其實呢 每屆政府呢 其實都搞一下這些架構重組 合併又再分拆 拆了又再分回 再撿個 好像打麻將那樣換個腳 老實說 公眾興趣就不是很大的了 眼花撩亂 那些官員 商市民財的搞作呢 也都很不妥 那你至少呢 政府有個合理一些 具說服力一些的說法 如果假如 就是看回過去的一些架構重組的往跡 用曾國衛那個投資的理論來講 講往跡 那不但就沒有 就是沒有錄得回報 不要說高回報 就是更加之連本金都虧了 那過去呢 就那個重組呢 就正是涉及一些政策局的 司長的職位呢 其實在憲制上 在法律上 都覺得地位都是特殊的 你設立一個副司長的一職 就是如果只是重 就是所謂 多個人呢 可以減輕一下他的工作量 那個角度的考慮呢 那真是太膚淺了 很明顯呢 就整壇事呢 其實未經過深思熟慮 沒有去認真地想過呢 其實過去一些政策失敗 是不是就是協調呢 協調是原因 協調不到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現在出來整個人去協調 就以為解決了問題呢 恐怕呢 又是一次落錯注了 求知又可能買錯了些東西了 最終呢 相信都可能 血本無歸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請大家繼續支持這個平台 拜拜